《风与人生路》 志七 作者 刘文忠 神权高一切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。 我出于回肠管制的一九六九年春天,全党全国正在热烈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,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营九大,县中兴新高潮,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巅。 大大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,超过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权。 毛的神权高于一切,全国人民鼎礼膜拜,作为牛鬼蛇神的我们,更是吃尽了神权,专横残忍,横扫一切的痛楚。 记得关押在一所三菱二世期间,有位十一座城骨魁,上海美院的一位大学生,出身不好,有位哥哥在台湾,属反革命,淘汰家属。 他是个有艺术才华的年轻画家,专攻雕塑艺术。 他有位漂亮的女朋友同学,同班情敌看准他出身不好软荡,模仿他笔记,书写了一条反动标语,塞在他课桌里,结果做现反处理。 卑鄙的同学,进一步落井下石,揭发他不少所谓的反动思想言行,说他对文革不满,对抄家不满,对成分论不满。 还说有次,在四川刘文采地主庄园,制作地主剥削农民的雕像时,他收工吃饭时,把泥刀插在雕塑的屏下中农心窝位子上,可见,他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。 更严重的反动行为是,他画的,一幅毛主席侧面油画肖像,紧见一只右耳朵,恶毒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。 他反驳说,那是主席侧面画像。 批斗人眼里则问他,你为什么不画左侧面,非要留下右边的耳朵? 这…… 他对如此强词夺理,不懂艺术的荒唐问题,不屑一变。 可是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,不是吃素的。 联系他出身问题,家里又有右派,可见对左的极端仇恨。 伟大领袖毛主席,是全中国革命左派的领袖,亿万造反大军的伟大舵手。 你偏偏留下右耳朵,岂不是隐喻毛主席应该用右耳朵听话? 多么恶毒啊! 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,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。 于是他被抓捕进第一看守所。 按照十一座青年画家的罪行,我与胡兄等在牢房中,食言不讳,攻击毛残害知识精英的倒行逆施。 即使长十八个脑袋,也被神犬处决了。 或一个义无反顾的抗击毛的专横独裁,神犬怎能容得他的生存。 可是关在牢房,反而能肆无忌惮地愤慨舒怀,出了监狱。 原想可以自由一点,倒反被神犬的无比强大专制威力所设服,正是始料未及的可悲可笑。 我每天早上六点前到场,照例在专政队监督下,打扫几只厕所。 清除厂里成堆垃圾,忙得气都喘不过来。 刚刚打扫,清除完毕,已到八点钟。 日班工人上班,我与全场牛鬼蛇神一起,列队在厂门口毛主席巨幅画像前,低头请罪十分钟。 这叫做早请示。 一天正常地上班,接受监督劳动结束。 晚上六时,工人们纷纷下班回家时,我们这批牛鬼蛇神,又要列队在同一地方低头请罪。 叫做晚会报。 在早请示。 晚会报这短短的两个十分钟内,由专政队监督组带领下,要我们朗读或背诵几段,专门为教育牛鬼蛇神的毛主席语录。 如,中国的反动分子,靠我们组织起人民,去把他打倒。 凡是反动的东西。 你不打,他就不倒。 又如凡是错误的思想,凡是毒草。 凡是牛鬼蛇神,都应该进行批判。 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。 我们在跟着诵读或自己背诵时,一律低头眼睛朝地看,绝不许张头转脑。 东看希望。 因为那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。 同时,诵读,背诵的声调一律要响亮。 一字一句念清楚,如果低声轻语,次句含糊,也是对毛主席的极大犯罪。 读,被毛主席语录开始前,先向伟大领袖的画像三鞠躬。 读,背完语录后,又要三鞠躬。 鞠躬的规格也有标准,绝不许点头式的轻浮举动。 那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与亵渎,也不准弯弯腰草草了事。 更是牛鬼,心中怨气冲天的疯狂反扑。 凡轻浮点头者,被监督人员频频沁头。 草草弯腰者,更遭背后脊脚猛踢。 确实,对神权的鼎礼膜拜,非得虔诚笃行,稍有疏忽,恰是自讨苦吃。 牛鬼蛇神的早寝室,晚会报,犹如教徒的忏悔与祈祷。 这种仪式,诱发了人的原罪意识,使人们不断在检讨和揭发中,对人对己无情残害与诬陷,起码的人权早被剥夺了,成了失去了灵魂的低等动物。 这时,这种仪式是在日班工人上下班进出厂门的高峰,也是大家簇拥着观看热闹的时刻。 专政队明确宣布,这二厂厂门口的每天表演,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批示的北京六厂二校群众专攻经验。 不只为严肃教育牛鬼蛇神,更为了教育全场广大群众。 在全场近二百名工人的众目睽睽之下,专政监督人员为了表现对牛鬼蛇神的刻骨仇恨,为了让大家受到深刻教育。 所以在每次早请示,或晚会报时,总得从十多名牛鬼队里拉揪出一、二个来,或指责他们,投低的不够要求,或是背诵语录的声音不够响亮,于是给予一阵凶斥,一顿体罚。 监督组这样行动,完全是遵照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。 他们高呼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就懒头都挠得像牛鬼打下来。 他们又念一句凡是毒草,凡是牛鬼蛇神,都要进行批判。 我们中必有人被一把头发揪出来批斗,其余人识相陪斗。 他们在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他就不倒。 于是我们中就有人后背给他们猛踢击脚,被打倒在地,并又被拉提脑袋,鹤令老师跪下。 跪下的牛鬼,必须面对东方。 因为东方,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。 有位牛鬼顺势跌下,跪向了西方。 结果被专政队员,又是一顿毒打。 说他至今还梦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,复辟。 有一天,监督人员责令我们宋独毛主席的,敦促杜玉明投降书,一篇文章近二千字,不如一段语录,念读背诵方便。 所以我们口语难免咯咯咯咯咯,结果一个个,都被凶狠的,造反派打了嘴巴。 观看的工人们,有些年岁大些的,一个个低头叹息,悄悄离走。 而那些年轻工人,尤其是造反派队员,各个手舞足蹈,没开眼笑。 其声背诵毛主席语录,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,他就不倒。 这也和扫地一样,扫帚不到,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 又震必群呼,毛主席万岁! 万岁! 万万岁! 在这个年头中,全场工人,不仅红宝书,毛主席语录,人手一策。 进出工厂大门,都得高举红宝书,向毛主席巨幅画像呼喊毛主席万岁。 早晚班会结束,要唱中字歌,跳中字舞。 上面规定三中鱼,四无限,要深入人心,溶解在血液里,落实在行动上。 中午食堂开饭,工人们都得手持红宝书,向张贴在食堂门前的毛主席画像制里,表示吃饭不忘毛主席。 工厂内,车间里,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尺幅不等的毛主席语录,最高指示的红色标语。 有的机器工作台和工具箱上,也有毛主席语录。 谁如果一不当心,稍有不慎,必造成天外飞来的无望之灾。 厂里,有位陈师傅,早被打成右派,文革中,自然成了牛鬼,遭专政的对象。 革命群众揭发他污蔑反右斗争扩大化,又检举他攻击大跃镜,三日两头遭批斗。 有一天,一个与他合用工具箱的人,揭发他竟把换下来臭汗淋漓的工作衣裤,扔压在毛主席语录上面,外加还有一双臭袜子。 这下子,陈师傅吃不了多了走,成了恶毒污蔑,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。 可怜的这位一米七十五高个子,早被折磨的,剩下八十五斤瘦骨灵循的老师傅,被造反派一次次残酷批斗,肆意抽打耳光,双脸红肿了很多日子。 话得说回来,对毛神权的忠贞不二,毫不动摇,不止陷于牛鬼蛇神,不管是谁,胆敢侵犯神权,都必遭到严惩,连造反派头头也不例外。 有个姓王的青年工人,昔日是全场最瞧不起的小混混,拍马奉承,吊耳郎当。 文革一来,他摇身仪变成了造反派头头。 他小人得志,神器活现,不可一世,把过去受人奚落的怒气,全出在当今倒霉的牛鬼蛇神头上。 每次批斗会,这个王造反最来劲,别人想不出的邪恶凌辱手段,他却想得出来。 他曾出一绝招,说,为了使外来参观场的客人们,区分清楚场里的好人与坏人,七类分子一律别上标志,上面分别写明反革命,地主,富农,右派,特务,流氓,走资派,像当年法西斯纳粹集中营,关押犹太人一样。 可笑的是,恶人自有恶报。 有一次在车间小组批斗会上,这家伙得意忘形,上蹿下跳,一会儿站起来摁别人的头,一会儿坐下来读语录。 他忘了刚刚站起来,把语录放在椅子上,一屁股坐下去,再站起来,屁股一扭,把性命交关的红宝树弄到地上,又一脚踩上去。 他还浑然不知。 这时,大家雪亮的目光,一下子从牛鬼身上,转到了他身上。 当他猛然发觉,慌忙踢腿避让,脚下一滑,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,封面,已被他踩破了。 他顿时傻了眼,脚骨都发抖了。 他清楚,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,比批斗的牛鬼们罪行还重。 说时迟那时快,冲上几个他手下的造反积极分子,把他按牢,叫他不许动,保持现反,现场。 火速叫场阁会偷偷到场,认定罪证确实,马上批斗。 于是我们这批挨斗的牛鬼,撤下阵来休息。 而这个狐假虎威,张牙舞爪的造反派,偷偷眨眼间,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。 这天,我们牛棚内大家乐坏了嘴。 除了免除了一场残忍批斗,胃口大增,午饭滋味极美。 老陈师傅说得好,老天有眼,恶有恶报。 王造反当天,也被关进牛棚,被我们奚落,臭骂一顿。 后来他向场阁会偷偷求情,提出调到外场,去接受审讯调查。 肩外更大肩。 在工厂里,我是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管制分子,是各类牛鬼蛇神中,最年轻,最反动,性质最严重的一个。 所以,每次场内大小批斗会,我是不可缺少的靶子。 尤其在刚回工厂。 所谓落实六场二校,群众专政经验的新高潮中,我被专政监督组人员压着,从早上冲床车间早班学习开始。 由一个车间,转到一个车间,又到后勤组,办公室轮流批斗,直到装配车间晚上八点结束,每天要被揪斗四、五场。 用厂格会偷偷话说,对这个管制三年的反革命分子,触及灵魂时间,也要最长最深刻。 厂里最重最脏最苦最危险的活,必有我在干。 我也是牛鬼蛇神劳改队中的主力军。 后来批斗会少了些。 我八小时被监督劳动之外,负责打扫厂区最肮脏的男厕所,又有材料车间。 冲床车间,早晚二班的废料,归我清理。 这二个车间的清洁卫生,包括厂里唯一的男御师,都要我打扫。 我每天早上六点,到场。 赶在早班工人开工前搬料,并要清理晚班工人留下的废料。 晚上工人们下班,我则要打扫厕所等,忙到七点才能完工。 如果碰到白天批斗,我必须加班,但到晚上八点甚至九点才能回家。 我在单位拼命干活,用此,来麻木自己痛苦的灵魂。 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,每天天不亮,逃出自己居住的理论。 晚上街灯齐亮后,悄悄回家。 我真像见不得光的鬼,想逃避见到从小玩耍,留有美好记忆的村前屋后,怕见到一切熟人,同学,朋友,邻居。 我甘愿一个人在单位,忍受各种非人的凌辱,残忍的批斗。 场内随便什么人,都可以拆换我这个牛鬼。 开始想,总比被关押在监狱里自由一点,并想以此取得上流一点良心的人们的同情,争取减轻一点人格侮辱与肉体摧残。 然而,我还是个不知社会深浅的青年人,我的幻想落空了。 那天,一个造反派对里的女煞星,姓张,大家背后都称她破鞋。 借过打扫女厕所的女牛鬼,生病请假,非要我去打扫。 我忍气吞声,默默地去打扫清洁出来。 突然,她进厕所出来,有一找茬说我没有打扫清,逼我再进去打扫。 我进去一看,发觉三四张血淋淋草纸抛散在地。 胃里不由翻出恶心来。 明明刚才我打扫得清清爽爽。 完全是她上侧月经纸,故意扔在地上恶作剧。 她竟气势汹汹地逼令我一张一张捡起来。 我人格上遭受极端侮辱,忍无可忍。 双目射出仇恨的眼光,愤恨地盯着她,说了一句下流。 你不要逼我。 拿起扫把,转身离开了女厕所。 谁知这个女煞星耍流氓手段,冲出女厕所,大叫菲利。 菲利! 她跳跃式地奔进造反队监督组,指着自己弄乱的头发与上衣,一口咬定,我在女厕所飞离她,并想行凶杀她。 造反派不问青红皂白,冲进车间,用绳子把我绑捆起来,压到食堂里。 通知各车间阶级斗争积极分子,临时紧急,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行凶犯大会。 被造反派反绑着双手的我,被冤枉而怒火填膺的我,头颅高昂,双目瞪着喷火。 两个压架,我的专政队员,用手死命地倾着我的头,大叫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忠。 现场批购会上,那个泼腹破鞋,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哭诉,我在女厕所要飞离她,用扫把打她,并威胁要杀她。 尽管全场工人谁也不相信,这一反革命事件,一则光天化日之下我这反革命分子,没有条件干这种事。 二则我的为人品质,全场都知道老是本分。 虽然左脚残疾,但向来劳动勤奋,待人厚道。 尽管大家当着我面,人人喊声打倒反革命,但没有一个人相信,我会干这样荒唐事。 更何况大家知道,这女造反派早是个作风腐化的破鞋。 她现今的拼头,是驱造反派的一个头头。 但在女破鞋的恶行恶状表演下,在场造反派专政人员的肆意挑动下,当我遭受他们疯狂暴虐凌辱时,在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提一句疑问,更没有人肯帮一个反革命,说一句公道话,因为都怕得罪这个女杀心。 于是,我被他们五花大绑,推跪在三角铁上,头颈上还给我吊上一块十几斤重的铁牌子,上面写着反革命行凶犯。 他们用皮带,木棒,一边对我拷打,一边逼问我,为什么用扫饼打造反派头头,并骂头头下流的话? 为什么用仇恨的眼光看人? 并要坦白交代不要逼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 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起劲叫喊,这是他阶级报复,想杀人,想放火烧厂房。 据说最近我们手工业局系统,确实发生过一件事,一个四类分子被拷打后,报复放火烧了厂房,自己自杀。 为此,他们马上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起来,拉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,拼命地加大斗争火力。 我却咬紧牙关,一言不发。 同车间的一名女监督员,上前揭发说。 我看到她早上,和晚上经常在车间无人处打扫卫生时,一边打扫,一边练身体,在车间门梁上拉单杠,又用三只凳子搁起来练腹不撑,一边练一边吃胡萝卜。 嘴里,还数十二,十三。 好开心书服,简直不像个改造管制分子。 另一个女工接着接发。 这个反革命,每晚用冷水偷偷擦身,像幽灵一样躲在车间墙角落里,很怕人的。 她身子壮得不得了,肌肉像运动员一样,不信你们扒开她衣服看。 在女煞星指挥下,几个人松开捆我的绳子,扒了我上衣,在场革命群众马上大呼小叫。 你们看看,这反革命分子,身子练得多结实,浑身是肌肉。 这反革命血白棍状,比我们革命群众身体还保养得好。 有人又揭发说,我看到她在食堂打饭,食量大的不得了,一顿饭吃八两。 马上又有人大声揭腔道,反革命凭什么长肌肉? 想腹病? 他们根本不知道。 我在看守所关押近二年半,骨瘦如柴,长生病。 所以我发誓,一旦放出去,第一件就要锻炼身体。 一个搞体育的老友,告诉我。 你十九,二十岁,正式发育期,进了监狱发育不出来。 只要不超过二十五岁,有机会出去锻炼,还来得及。 所以我出来后,每天不管多劳累,总是坚持锻炼。 在胡萝卜上市时,我每天要买一面盆生吃。 中晚饭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打饭。 我不敢给造反派,看到我胃口这么大,这么能吃。 现今听来,我自己练身体。 用自己饭票多吃一口饭,也都成了罪名。 我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世道中啊? 这使人过的日子吗? 无休止的揭发,无休止的污蔑,我像一个古罗马奴隶跪着,任凭宗教神权与奴隶主们的谩骂,毒打。 造反派们,怀着妒忌,邪恶的胸眼,用手拳,用木棒挫我胸肌腹肌,恨不得把我身上肌肉一块块刮割下来。 突然,我头上,冲洒下一盆奇臭恶心的水,浇得我浑身臭不可闻。 后来才知识那女煞星,从女厕所掏来的脏水。 她又在我头上,挂上一支塑料袋,里面放着她,曾强迫我要捡起来的那些带血的月经纸。 我满腔仇恨,顿时想爆发怒火。 但想同这些丧失人性的两脚野兽抗争,无非遭受他们更大的疯狂凌辱。 他们见我咬紧牙关,拒不回答一句话,便找来一块小木板。 抓住我下巴,撬开我嘴,撬破了我的牙齿。 我张开满嘴鞋躺的口,大声叫道:"我只有一条命。 你们送我进公安局?" 他们反说我嚣张,又用皮带木棍毒打我。 我双膝抵挡不住三脚铁刺骨的尖硬,从剧痛到麻木,最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。 造反队,头头有人,可能感到这件事,确实冤枉了我。 批斗了半天僵持不了。 有些革命群众也生死历劫后,上气不接下气了,所以想草草收场。 这场残酷批斗结束前,他们对我勒令了几点。 第一,以后看到我在工厂里练身体,见一次斗一次。 第二,以后看人,不准带一种仇恨眼光,不准像幽灵样在车间里乱穿暗躲。 第三要食堂革命群众监督,控制我饭量。 不准我吃的太多,一顿饭只能买四两,不能超过革命群众生活标准。 我心里想,本来我们牛鬼出同样的饭菜票,只能分得分量不足的锅巴饭,或剩下的残菜冷羹。 只有在所谓吃一苦饭时,食堂造反派财,开恩少有慷慨大度。 给我们双份加倍的大麦,与野菜煮成的饭团,并勒令牛鬼们,统统吃光。 从今以后,我上食堂打饭,更要饱受无产阶级铁拳的专政了。 像这样无缘无故,飞来横祸的批斗,我不知经受了多少次。 每次在批斗会上,没有理由,也没有解释,有的只是谩骂和口号,放飞机,吐口墨,拳打脚踢。 打得越重,越说明那个革命群众的觉悟高,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心。 因此,斗争别人也是表现自己,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。 那些相识的朋友,也上来打我。 打得我越凶,这是划清界限的时候。 有一次,车间一个女积极分子,接到有人给我打电话。 她警惕性特高。 为了划清阶级路线,加强对我专政,不叫我去听电话。 对方无法。 只得请她帮忙转告我下班后,到中山医院观察室碰头。 这个女积极,马上去报告监督组,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。 于是我又被莫名其妙的现场揪斗。 这个女人添油加降地揭发说,一个很年轻的女人,声音打电话找她,说话吞吞吐吐,通知她下班后,在中山公园门口碰头。 马上有些人兴趣十足,边批斗边追问我。 这个女的几岁? 什么单位工作? 长得怎么样? 无中生有的讽刺我这反革命道风流。 巧不好一边管制,一边谈女朋友。 我一再申诉,没有女朋友。 并发誓,像我这种人不配,也不允许有女朋友。 他们不死心。 结果,他们下班五点半派人监督押我到中山公园门口。 躲在旁边等了一个多小时,没有人脏具货,才灰心走了。 我到家后才知道,是十五岁的外甥女打电话到我厂里,通知我外婆生病,住在中山医院观察室。 下班后去看看病人情况。 第二天,我把这一实际情况转告了监督组。 他们才将信将疑,不再纠缠。 还有一次,也是个积极分子汇报揭发我。 晚上打扫车间时,一边扫地,一边哼黄色歌曲。 开心得很。 于是他们又揪斗我。 恶令我交代,唱什么黄色歌曲? 为什么开心? 我如实说,哼唱了,宝贝。 歌子,莫斯科郊外的晚上,拉兹之歌。 他们批判我反革命本心不变,用软绵绵的迷你之音,毒化空气。 腐蚀工人同志的心灵,杀人不见血。 又贺问,你反革命,还敢唱苏修小偷歌曲? 真是屋檐下的洋葱,灯焦夜烂心不死。 还追问,宝贝是什么意思? 是否想女人? 歌子是什么? 现在没有和平,只有战争,与地修反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。 就这样,我又被批斗了二个多小时,少不了吃了他们三,四季耳光。 在常理被监督管制的日子里,我始终不明白。 二年多前曾和睦相处的工友同志们,怎么一下子变得个个对我不相识,又怀着深仇大恨了? 他们许多人,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暴徒。 出口独骂我,动不动独打我。 他们究竟是人还是禽兽? 或许这二年多中,他们都经受了纳粹法西斯的训练。 学的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。 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。 可他们武装起来的,究竟是什么思想? 什么主意? 我深感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。 深感六场二校经验的无比英明。 我虽然一脚走出了关押人体的监狱。 但一脚踏进了无时无刻不再摧残我精神。 摧残我肉体的更大的社会监狱。